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啰 大家好 我是启聪 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新闻的来看一下这个新闻 这个新闻呢就是最近有个数据显示啊 我们马来西亚的SPM毕业生 有超过72%没有继续升学 就是他们读到中午就停了 没有再继续读中六啊 医科班啊或者是大学 就到中午就停了 超过72% 这个数据其实是非常恐怖一下的 你想一下 100个学生里面 只有28个会继续升学 72个没有读书了 ok 然后呢有部分学者说呢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 就是说现在的年轻人呢 他们都不想做什么其他工作了 就是想做网红的了 网红不需要学历的吗 有没有读书都可以做的吗 所以你考到SPM就够了 不用再读书了 浪费时间 直接做网红就算了 ok 可能这个说法呢 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了 他有 他可以是一部分的原因 但是还有其他的原因了 ok 我今天就跟大家探讨一下这个课题 然后我给大家一下我的分析了 ok 首先呢我们现在知道一样东西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一个客观现实就是呢 超过72%的SPM毕业生并没有继续升学 它里面的原因是什么 ok 我可以归类几个原因了 ok 第一个原因 这个原因是我们永远不能忽略的原因 就是呢 我们有多少华人子弟呢 自从华小升上中学过后呢 因为无法适应那个马来文的语文环境 结果呢 五年代中学都不知道在做什么 可能勉强可以过到FPM 可以勉强过到SPM 但是呢 完全不知道自己来读什么了 只是很勉强的拿到一张济歌的文篇吧 然后在这五年里面呢 已经完全摧毁了他想要读书的意愿 所以呢 每天在学校只想的一样东西吧 就是快点毕业然后去做工 根本不想再去读书了 一样的嘛 你五年中学搞砸到完的话 你哪里还会想要读书 所以 我觉得这类人其实占了很大的比例一下 就是 因为无法适应这个马来文环境 结果五年中学全毁 SPM一完完全不想读书 ok 这是第一类啊 然后 还有第二类 第二类 我们也不可忽略 就是呢 有些学生的家境不是很好 ok 他SPM过后 他没有办法 读到这个 大学医科班 大学医科班 只有10%给非读书了 但是呢 他又不甘愿去读这个中六 因为大家都知道读中六很难进到政府大学 然后已经confirm了自己家境又不好 又没有本事去读实力学院 所以想来想去 哎算了啦 SPM过后 干脆去做统算了 这是第二类人 跟家境有直接的关系 ok 然后呢 我们来到了第三类人 第三类人可能才是我们今天这个主题 这个学者讲的 就是这些孩子已经完全不想读书了 或者想做其他东西 尤其是做网红 啊 ok 所以我是认为 这些不想升学的人 基本上可以分成这三类啦 啊 不是单单只有网红这一类吧 ok 不要紧 我今天呢 我就想呢 跟大家讲一下网红这一道 如果说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想做网红 这是一个事实来的 这是一个现象来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 啊 因为呢 对于年轻人来说呢 网红好像是一个很不错的职业 怎样不错呢 ok 第一 网红呢 不用朝九晚五 啊 我不用去到公司上班 我在我家 随时要做就做 不要做就不要做 然后呢 时间上非常的伸缩性 第二 网红啊 不是拿打死心水 啊 可能呢 有些网红啊 啊看到那些很出名的网红啊 可以每个月赚很多钱 哇 一看到他们赚很多钱啊 那种美好的憧憬全部来了 ok 这是第二个原因 然后呢 第三个原因呢 就是呢 每个人都有个明星梦 啊 以前呢 没有internet的年代 要做明星了 你还要被星探发现 你还要去考演员训练版 或者去参加才华 横移出新秀 啊 然后你才有机会做到明星 上到电视的那个荧幕 现在哪里需要 现在 你是什么人 阿瓜阿猫 只要你拿一架手机 像我这样 阿瓜阿猫 拿一个手机来拍一下 上youtube 就可以做明星了 啊 所以呢 每个人都有个明星梦 现在这个时代是每个人都可以做明星的时代 啊 只要你用网 你用youtube 你用tiktok 你就做明星了 ok 所以呢 就因为这几种原因 啊我重复一下 第一就是不用朝九晚五时间伸缩性 第二可能可以赚很多钱 啊 第三 然后就是每个人都有个明星梦 啊满足了这三点啊 啊 所以人人都想当网红 ok 泼冷水的时候到了 ok 泼冷水 我要泼些什么冷水呢 哈 我不知道我算不算网红了 哈 勉强勉强 有一点点关系了 但是我不想称自己为网红了 ok 可能我还不够这个资格了 哈 尤其是那些马华的朋友是永远认为我没有资格的 ok 够了 我是认为了 你要做网红了 在这之前呢 你要先问你自己一个问题 就是呢 你凭什么 认为 你可以收获观众 嗯 这个问题呢 是很重要的 哈 你不能呢 因为在那边想啊 哦我要做网红 我要出名 我要红 哈 但是 你却没有办法回答你自己最根本那个问题 就是你凭什么可以收获观众 观众为什么要来看你 哈 这是很关键的问题 哈 哈 你必须要 给观众一个理由 为什么要来看你 哈 我以我个人为例 就是我 其实我做这个YouTube频道我一直都在挑战我自己 我除了挑战自己极西演讲啊 我也挑战我自己什么 你知道吗 我这个YouTube频道呢是完完全全的脱口秀而已 啊 我一点花俏的 呃 特技啊 还有啊 那个画面啊 什么都没有 什么后期加工都没有 我纯粹就是你看着我一个大头在那边讲话吧 哈 哈 OK 重点就是呢 你有什么内容啊 可以吸引观众啊 不断的增加观众来看你 然后呢 已经看了你的观众还想再回来看你 哈 你必须要有内容 然后这个内容是要足够吸引的 我个人的内容 我就是向大家分析最新发生的新闻 哈 啊 加上我个人的看法 我的建议啊 所以如果观众肯买单的话会继续回来看 OK 当然我这类似知识型的呃 网红就比较少一点啊 我们市面上有的网红比较多是偏向娱乐性的啊 哈 OK娱乐性的网红有很多方面哈 啊我说一些 呃OK的跟不OK的我都提一些啦 OK 有很多那些娱乐性的网红呢 有些是纯粹是卖颜值的 哈 男的就卖英俊潇杀 女的就卖貌美如花 OK可以 啊我们看明星也是看帅哥美女吧 没有错的 啊 其实是OK的 只要你可以提供到娱乐给人家就OK的了 没有问题 啊 当然这世界上呢 帅哥美女比例是比较少一点的 但是如果有滤镜的话又不一样啊 啊 在这里我要先提醒一下大家了啊 通过网上的这个滤镜功能啊 很多你以为的帅哥美女其实后面什么样子 你们自己知道啊 啊 这个不是重点最重要是大家觉得被娱乐了就可以了 OK 卖颜值不是问题啊 啊 OK我也是鼓励了老实讲啊 但是呢 我个人是相当反对的卖大包啊 OK 那些卖大包的 啊的确是有商风化了啊 有时候那些卖大包的我必须要稍微的微言几句就是呢 啊有想过吗 你们的爸妈看到这样会高兴吗 啊 OK自己想一下我太难听的话我不想讲啊 OK OK 这些就是俊男美女跟卖大包的啊的category 然后另外一种category OK我也是鼓励的就是纯粹娱乐的啊 就是啊来讲笑话做笑话那些纯粹娱乐的 OK可以了啊 我认同的啊我自己也时常看的看那些讲笑话跟做笑话的啊 真的是当做娱乐罢了 但是也有不堪的就是呢 那种啊恶作剧的网红就不好啊啊 你恶作剧别人我也不知道那个被恶作剧的人是不是事先讲好了 但是我是觉得恶作剧的内容是非常不堪的啊 所以网红呢请尽量也不要做恶作剧的这些作品了啊 OK好 so我讲完了娱乐的就是这些 还有一些是那种唱歌跳舞而已 OK当做娱乐啊 但是呢 问题来了就是这么多个网红 这么多人在那边卖颜值 这么多人在卖大包 卖娱乐 卖笑话 卖恶作剧啊 这样请问一下你有什么能耐 让观众就来看你罢了 啊 OK 我告诉你咯在YouTube里面啊 你要累积那些subscriber 其实不容易啊 真的是一步一脚一呢 我当初也是很慢很慢的 爬爬爬爬爬到今天四万两千个啊 真的是很慢爬了啊 啊当然因为我这一个YouTube频道我的技术有限啊 啊因为纯粹是我一个大头在那边讲头口秀罢了啊 啊如果我加一些花俏的科技下去的话不知道会不会有一些加分啊啊 但是我不打算这样做了啊 OK我还是继续挑战我自己就是卖我嘴巴这样的内容罢了啊 凭什么你可以让观众只把眼球聚焦在你这个YouTube频道上罢了啊 大家要思考这个问题 在你成为网红之前你固然可以对网红有各种各样美好的憧憬 但是你还是要问你自己你有什么能耐可以让观众吸引来你的YouTube频道啊 想清楚这个问题 如果你纯粹是只有美好的憧憬但是啊却眼高手低没有办法迈进第一步 甚至你经营了很久你还是没有任何进展的话 这时候就要问你自己一下到底你适合做这个网红啊 啊我刚才说网红呢有三个原因吗要做网红有三个原因吗啊 第一个就是不想要招九万五这是正确的OK不用被工作绑死啊 但是第二个回避正确哦可以赚很多钱我告诉你 认为网红可以赚很多钱人绝对是幸存者变差啊 一百个网红里面真正可以靠网红谋神的我都不知道有一个没有啊 你们回去check清楚到底网红真的是不是能赚钱啊 ok然后我告诉你我本身我是没有办法靠网红赚钱的 我只是靠我牙科赚钱罢了OK好 然后第三个就是每个人都有个明星梦这个也是OK啊 但是重点是明星梦可以当饭是吗啊 说到底网红也只是一个职业职业最主要的功能就是能不能为你提供一碗饭 那你继续生存下去如果综合了所有的元素下去到最后结论是网红并没有办法给你带来一碗饭 这时候你有两条路走一继续下去但是呢你要如何在网红这条路上呢精益求精啊 可以步步高升啊不断的改善自己第二条路就是你放弃网红之路去做一份正经的朝九晚五的工作啊 就是这样我个人的看法就是这样OK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拜拜